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诚庚默想的经文是记载在 以色帖记的第二章 要从第十九节读到二十三节 第二次召聚少女的时候 莫迪改坐在朝门 以色帖遵照莫迪改所吩咐的 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 以色帖照莫迪改的吩咐去坐 正如受他抚养的时候一样 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 网友两个守门的太监 批探跟提裂 恼恨亚哈水鲁王 想要下手害他 莫迪改知道了这个事情 就告诉以色帖王后 以色帖以莫迪改的名向王报告 这是经查救后发现是真的 二人就被挂在木头上 这是在王面前记录在史籍上 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 以色帖他的角色的慢慢出现了 以色帖的人物这个身份 可以讲是在那个时代当中 以色列的一个救赎者 犹太人的救赎者的身份 因为第三章之后 哈曼他在做的是一个叫做灭族的计划 这个灭族的计划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同样的道理 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呢 他也担任我们全人类的救赎者的角色 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 我们就得救了 可以与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 但如果说我们没有去相信 耶稣基督跟从他的时候 有一天全人类就会照着神所命定的 就与撒当魔鬼一病的被毁灭掉了 所以因此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事情 以色帖记几乎常常跟新约的故事 新约的事情 耶稣的事情 常常会相提并论 那么在这个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以色帖他的角色 他纯粹就是一个顺服的态度 他长得很漂亮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会愿意接受 他成为一个宫女 然后就这样子被带入到王宫 王喜欢他 他就有不同的命运 王如果不喜欢他 他就会被废掉 他怎么看他自己 虽然那时代的妇女们 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是非常的卑贱 我们如果从现代的 妇女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会非常不舒服 妇女的角色 妇女的地位 如此的卑贱 不过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 可以要学习几个功课 第一个呢 我们再次重述 上帝会使用一个人 或少数的人 带来极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 但我们常常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世界是对我们来自异乡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没有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如果我们是如此认知的时候 我们就要晓得自己在这个世界 你要格外的小心 分别为胜 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也不被这个国家来同化掉 不被这个世界的风气给随波逐流 灭祖的这个计划 在那个时代有 在这个时代也出现了 希特勒他杀害了六百万的犹太人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灭祖的计划 为什么他的内心当中会如此的想法呢 我相信我们可以知道 背后都是撒旦魔鬼的一个计划 心意放在哈曼的身上 或者放在这个希特勒的身上 第二个我们会看见说 上帝一定会保护他的百姓 就如同上帝在狮子坑当中 保护了弹义里 他在火药当中保护了 撒得拉米撒跟亚伯尼哥 那么同样道理 上帝要透过以尸铁去拯救犹太人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在抢救这些 应该是属于上帝的百姓 我们愿意做一件事情 多做一个人 多抢救灵魂 你就让一个人少 失去他的性命 第三个事情 上帝掌管这个世界 在弹义里说跟以尸铁都有提到两个字 就是国度的意思 这国度观在以尸铁很清楚 比方说 莫迪改在跟以尸铁说 焉知这个时刻 你如果不拯救的话 上帝会叫别的人来做 这在讲什么字 就指上帝的国 上帝的国度 今天人类所建立的国家 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是上帝叫一个君王起来 是上帝叫一个君王来下台 尼布甲尼撒 他后来明白 他后来明白 原来是至高者在掌管人类的国度 按着他的旨意 他把统治权赐给人 所以尼布甲尼撒虽然并不是上帝的子民 但是他却看见了 原来又要上帝 才是真正他所要相信的一个上帝 这个世界虽然大部分的国家 不在上帝的敬拜的过程当中 可是我们都清楚知道 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 亲爱弟兄姐妹 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 可是换过头来 想如果我们有机会 去改变我们周到的环境 就如同上帝 透过以色帖去改变 你愿意奉献你的一生 你愿意顺服神 听命上帝的带领吗 旁边的人会因为你的关系 生命得到极大的改变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